欸!我真的有偷看那些自拍的人欸 是怎樣啊? 每次朋友都找我拍照 後來的時候會跟我說 好!刪掉啦! 刪掉啦! 你寫舊情深欸喔 還有那種拍照想要選相機的欸 一般相機啊! 360啊! 美X相機啊! B612 哈哈!你寫得超撒毀! 可以幫我們專業嗎? 每次我要找朋友拍照的時候 他們都會問 呃...你是用TR15嗎? 30嗎? 35嗎? 50嗎? 五零老爸啦! 五零媽咧 啊! 拍照已經到這個樣子了耶 你不覺得這樣很像B雷針嗎? 還有還有 有些男生羅上身就算了 還把頭髮用姿欸 啊!哈哈! 幹嘛一直都補氣感了啊 就像B雷針喔! 哈!還有這種的! 你是咧? 哈哈哈哈 看到現在沒有上面的東西 拍照 啊!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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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種的! 是怎樣啊? 你會看到 叫蟲蟲蟲蟲蟲 你是幹嘛啊? 嘻! 你就在那裡哭一次啦 自拍是台灣人的特色 其實我也是一樣 只是想要表一下 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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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對了! 還想看萱萱的抱怨影片嗎? 按上面藍色的網址 點進去 投我一票喔! 只要按讚留言加分享 就像投我一票喔! 只要留言超過五百折以上 萱萱就會拍抱怨三寶喔! 來看在那裡 三 二 那你要左轉到 右轉方向燈 就先燒爬燈喔 你才燒爬燈啦 嘿嘿嘿 再給我一票喔! 特色的腳 可以 有三、兩、兩、三、三、三、四、七、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